骑士行经新本树林大案录时 看见前方物流货车正要转弯 下一秒 货车梦撞机车骑士 阿贝当场被强大力道弹飞 肩膀鼓裂 整个人受到惊吓 呆坐在地 从货车行车记录器 可以看到当时货车转弯 疑似是被A住挡住 骑士刚好就在视线死角 因此不幸遭撞 只是目击民众表示 货车驾驶不断说自己有打方向灯 被警方拿出监视器打脸 车来车往的马路上 货车从前一个路口到转弯前 方向灯始终没亮 突如其来的转弯 也难怪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警察会小货车 以示右转弯为打方向灯 及为领向行政收支车辆 因此造成机车骑士受伤 A住挡视线念祸屡屡发生 警方建议货车还是安装视野辅助系统 比较安全 以免汗室再度上演 记者陈诗恋 黄玉兰 新北市报道 明镇